月底就是农历春节了 你也开始规划返乡交通吗 前几天开放订票的高铁 热门时段都已经客满了 到除夕下午4点半之前 标准车厢已经一味难求 至于台铁的春节车票将在1月7号 也就是下周二开卖 为了输解东部旅客 台铁安客运业者合作联运 从台北搭客运到宜兰罗东 再换火车到花莲 票价只要自强好的一半 台铁春节出运从这个月28号到2月5号 也就是小年夜的前一天 到初六 东部干线南回线加开394列次 西部干线加开146列次 九天总计加开540列次 全线也加挂车厢890辆次